今天我们要用2000多片积木零件来拼一辆全功能两头芒 绝对可以说是工程车领域的小钢炮 既然是全功能,那除了基本的行驶和转向以外 推铲的上下运动,铲斗的翻盒 以及还包括另一边挖臂的转动,两极挖臂的分段控制 包括挖斗的运动,全部都不能落下 同时还有两侧支腿的上升下降,也要像真实的工程车那样 同时为了减少电机的数量,这里还会用到分动箱结构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深度评测的 来自于新魔王的套装编号17036 在开始拼搭之前,我们需要对所有的电机和主控进行一下测试 那测试下来全部正常,下面开始拼搭 这里可以看到行驶、转向以及分动箱结构了 也是这辆两头芒车体内部的核心结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枚电机 其中XL电机负责车辆的行驶 动力出来以后直接通过差速器端的28比12的齿轮组 然后向两侧传输 在两侧悬挂驱动桥位置,各有一组3比1的轮边减速 所以总的行驶动力齿轮比是7比1 是一个比较低速的齿轮比设计 和一般越野车设计不同的是 两侧的悬挂驱动桥零件在这里是反向安装的方式 南斯福电机,在这里则是提供转向动力 动力出来以后经过一组20比12的齿轮组 然后继续向前传输 最终通过这两枚12齿齿轮控制转向齿条零件 那有玩家知道为什么设计师要在这里设计两枚12齿齿轮吗?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 也就是由于从四伏电机到最终驱动齿条零件的齿轮数是偶数 所以这根12齿齿轮所在的十字轴 也就不能保持完全的十字对中 因此会造成两侧车轮的轻微歪斜 接下来看一下分动箱 也是这款两头芒比较有趣的地方 分动箱的换挡动力也就是边上的这枚L电机 动力出来以后通过两枚24齿齿轮以及一枚8齿齿轮 将动力传输到分动箱内部 并驱动左右各一枚换挡拨杆的旋转 也就是最终驱动对应的两枚动力传输环 这里我们曾经尝试将其中一枚24齿齿轮更换为24齿离合齿轮 不过经过测试 离合齿轮的泄力不足以带动后续的联动结构 那这里我们也加入电机来测试一下 可以看到当分动箱的两个动力传输环处于其中一端的时候 动力从左侧输入接口进入以后 是驱动下方中间的十字轴旋转 动力从右侧接入进口以后 是驱动下方的黄色十字轴连接线旋转 而当动力传输环处于另外一端的时候 则分别是驱动前方的下面和上面各一枚黑色12齿齿轮旋转 那行驶动力结构 转向动力结构 以及分动箱换挡动力结构 测试下来也都是正常的 此外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辆两头芒的内部结构非常的紧凑和结实 到这里呢整个联动结构基本已经成型了 可以看到刚才分动箱的其中一个动力输出接口 也就是黄色的十字轴连接键这里 动力继续往后走 在这里通过一组20比16的齿轮组 到达这里的米黄色12齿齿轮 后面应该会将动力继续向上传输 也就是最终控制挖臂高度的联动结构 另一个动力输出接口 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十字轴这里 动力继续往后走 通过一共三组20比12的齿轮组 然后到达这枚24齿齿轮 最终通过这枚12齿齿轮 控制大转盘零件的旋转 那这里也就是控制车尾挖臂的水平旋转 那另外一端的两个12齿齿轮 则是分别控制两组 共四个推杆模块 也就是控制车头推厂高度和角度的 两组联动结构 那拼到这里 所有的联动结构就全部完成了 可以看到设计师在挖臂内部 还设计了两枚电机 分别控制第二级挖臂 以及挖斗的联动动作 那在车头推厂这边 主要也就是刚才提到的 上下各两组推杆模块 动力来源也就是分动箱出口的 那两枚黑色的12齿齿轮 另外关于两侧支腿的升降 它的动力来源也是一枚内部的L电机 动力出来以后 经过一组20比12的齿轮组以后 动力向两侧传输 然后经过一组24比8 一组20比24的齿轮组以后 最终通过12齿齿轮 控制尺条零件的上下运动 由于L电机转速比较快 加上这个总的4.2比1的齿轮比设计 所以这款两头芒的 两侧支腿运动速度会比较快 好啦 那一共用了十来个小时 这款两头芒就完成啦 虽然零件数只有2000多片 但是当两边的挖壁全部展开的时候 整车最大可以达到80多厘米的长度 那高度最高大概是33厘米 在外观方面 整体上就是这种比较典型的黄黑配色 同时通过少量的贴纸 对细节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 此外设计师对砖块类零件的使用 显得非常的克制 全车基本上使用科技类零件进行搭建 只有驾驶室顶部两侧 车头的引擎盖 后方挖壁的关节位置 以及一些车灯细节 使用了一些砖块类零件 也因此在车重方面 这款两头芒只有2.3公斤 再考虑到它的十个电控功能 那是不是小钢炮 大家也可以自己评价一下哦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的测试一下 这十个电控功能 那这款套装标配的是一个遥控手柄 不过由于它使用了两套主控 所以这里呢 我们也拿出一套我们的库存手柄 否则两个主控之间来回切换会比较麻烦 车辆的行驶 那可以看到这个行驶速度呢 还是比较慢的 虽然没有悬架 但是通过适当高度的障碍物呢 也是比较轻松的 转向 也没有问题 包括原地打方向也是可以的 分动箱 可以实现两个档位之间来回切换 其中一个档是车头推铲的上下高度 以及铲斗的角度 那切到另一个档以后 则是控制车尾挖臂的旋转 以及整个挖臂的上下高度 同时可以看到这个档位切换也是比较顺畅的 到达极限位置也不会出现打尺的问题 支腿的升降 这里没有问题 同时也可以把车子轻微地举起来 只不过到达极限位置以后 会出现打尺的问题 车头推铲的上下运动 那可以看到连动是没有问题的 也非常的顺畅 不过这个升举的力度 并不足以举起一罐可乐 当然一些积木零件是没有问题的 那推铲角度调节 车尾挖臂的水平旋转 挖臂的上下运动 第二级挖臂的活动 以及颤抖的翻盒 测试下来全部都没有问题 联动也是非常的顺畅 不过在操作达到极限位置以后 就都不能继续遥控了 否则都会出现打尺的问题 那功能方面测试下来就是上面这样的情况 虽然使用了两套主控 不过还好设计师做了主控快拆的设计 所以在平时展摆的时候 并不会占用咱们的主控 那拆装也都是比较方便的 几分钟就可以完成 电机快拆 那对于这样的小钢炮自然是肯定不会设计的了 好啦 那么总结来看 这款雨晶魔王的两头芒 在整体设计方面 采用了非常紧凑的设计风格 整个车体内部可以说是布满了各种联动结构 虽然只有2200多片零件数 但是高达两主控 八电机的豪华动力组配置 最终实现了十组电控联动功能 所以可以说确实是属于一款工程小钢炮这样的定位 虽然电控分动箱的加入 最终只为这款套装剪掉了一个电机的配置 但多少也让它的可玩性进一步加分 在功能可靠性方面 只要拼搭过程中稍微注意一下测试 一般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最终成品的可玩性就像视频中测试的那样 全功能的工程车在可玩性方面肯定是天花板的存在 在产品成熟度方面 这款套装可以说在国产积木里面也算是做得不错的 不过仍然存在一些优化不足的问题 其中一部分是设计方案使然 具体是指一些不是很好装的步骤 比如说一根十字轴穿过多个十字轴孔这样的步骤 安装的时候会比较吃力 那关于两头盲的题材 除了这一款以外 羽星魔王也还有另一款 编号为17023的 体积更大的 同时还使用了气动结构的套装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我们就尽快给大家干出来 然后再来给它们做一个对比 好啦 最后看一下包装方面 彩合的设计比较简单 黑色的底色搭配成品的渲染图 左上角标注了套装编号 14加的年龄定位 以及零件数等信息 那通过左下角的图标 可以看到这款套装还支持APP控制 彩合的侧面 这里则是显示了套装内所包含的动力组件 那再看背面 除了标注了成品的尺寸以外 还通过图示展示了成品的功能联动玩法 打开彩合 2239片零件被分成了11个零件分包 4个大步骤 那一共两套主控 一枚四伏电机 一枚XL电机 四枚L电机 两枚M电机 以及还有延长线呢 都是装在透明的袋子里 平打手册也是装在一个透明的袋子里 厚度接近一厘米 内部图示比例 大小合适 只是清晰 当前步骤的零件 也在图片中做了红线描边的处理 一共是509部 平均每部4.4个零件 属于比较细致的分布设计了 那贴纸是有这样的一小张 好啦 那么本期评测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